最近因为工作上需要用到一部3D大印机 当时之前已经买过一部FDM的3D大印机 但它的精密度和稳定性都不太好 经过一番讨论和搜索的介绍 我终于找到一部台湾品牌性格比超高的光固化大印机 叫做Frozen Sonic Mini 不说话,我们先开箱 这次就是我平时上班的办公室来开箱 Frozen Sonic Mini是最主要公司这里使用的 本身我在台湾订了,它是再寄过来香港 这箱是Frozen Sonic Mini的本体和配件 里面有说明书 火牛和其他配件 可以看到红色的罩 还有下面是主机本体 同时我订了一个1kg的液体树枝 还有我买了一个平台回来提换 我本身都是3D大印的初号者 平时就会做一些产品的3D模特 这次就是试试下来更公司要准备设计的Earbuds 因为也是第一次使用光固化打印机 我都上网找到很多教学是怎么处理 原来大印后需要先用火皱清洁的表面 将多余的树枝清掉它 然后用做二次的固化 但那些专业设计买回来都不少钱 我自己简单例做 就是先用噴平 噴75%的火皱清洁表面 然后用橙去3D模型 移除所有support的部分之后 会放入瓶里用高浓度的酒精做多一次清洁 可以见到瓶里面的液体是慢慢有点变色 清洁完表面之后就要做二次的固化 我见有些人就介绍在阳光下面 清洁30分钟就可以完成二次固化 但是在香港不是很方便在外面给它清洁30分钟 所以我作为简单的使用迪高用的UV智外光机去做二次固化 这款智外光机本身都有点暖暖的温度 所以放一阵都已经足够了 打印之前一定要确保你的3D图是solid 意思就是你的3D图是没有任何破红的 是一个完整的closed polygon object才可以打印 打印的时候都要小心打印的方向和支援的位置 我第一次上市的时候尾端的地方就歪了 意思就是我本身设定的方向和支援的位置是不行的 本身这部机也有很多人介绍 还有网上也有很多深入的介绍和教学 对于一个刚刚入门开始做3D打印的人来说 它是一部有底又好用的3D打印机 可以打印的尺寸虽然不大 但是慢慢分件打印应应该都齐到一个完整的模型出来的 整体来说这部机真的性价比超高 温算到港元2000元有走的价钱之下 可以有一部轻效用精密的光固化打印机 在外面真的很难找到的 软件都算容易使用的 缺点就是没有WiFi USB cable可以接着电脑打印 要透过插入手指去选择你要打印的动画 但是其实这样也不算一件坏事 因为你没有电脑一样大量的东西 所以如果打算开始入门去做3D刷印 但是用指向哪部机开始入手 Frozen Sonic Mini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好了,今次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还有一些半成品要去完成 如果喜欢这个视频 记得like,share,and subscribe 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